大家好 今天是8月10日星期四 今天港股開始下跌 美國總統簽署行政命令禁止美資投資在中國的尖端科技 包括半導體、人工智能和量子、電腦 恆生節開始跌121點 國記指數跌42點 科技指數跌36點 其中創貨開始急錯11% 令指數跌29點 因為它中期盈利跌18% 美團跌1.06% 令指數跌13點 相反有保險有投資者趁得吸納升0.84% 令指數升11點 開市之後一度跌幅收窄 接著就大幅下跌 跌成200多點 恆生節最低跌到19030-216點 內販股再插水 碧桂原跌6.3% 碧桂跌5.9% 龍湖跌3.4% 南銷股之中 阿里巴巴跌1.7% 令指數跌30點 美團跌1.95% 令指數跌24點 創貨最多跌20% 令指數跌53點 上午收市 恆生節最低183點 國記指數跌63點 科技指數跌65點 成交430億元 早段 港股變化不大 都是跌100多點 接近200點 創科跌20% 令指數跌53點 美團跌2% 令指數跌25點 汇豐跌1% 令指數跌21點 阿里巴巴跌1.4% 令指數跌26點 跟著就是港股反彈 最重要就是 友邦升3.3% 令指數跌44點 騰訊升1.2% 令指數跌18點 阿里巴巴升0.6% 令指數跌10點 恆生節最低1% 令指數跌10點 但在收市之前 勝負收窄 恆生節最低2點 國記指數跌15點 科技指數跌4.4% 令指數跌811億元 港股極度 雜幅上浪